透过生活化的课程 传统博士也在近代逐渐转型 现代科技的进步 让时空距离已经不再是问题 宗教也朝更广泛的世界观来发展 但科技越进步 人与人的互动却更显冷漠 如何让大众在精神上能自我提升 并同时对人群 对环境都能够产生关爱 这是许多宗教师在共同努力的目标 我们在地球的每一个种族 或者不同的背景 文化 种族区域 现在都因为数位化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在Google按一个纽下面 都已经无眼福建 都是隔壁的邻居 宗教因为传统的地域关系 时间关系 让我们似乎不太认得彼此 那这样的情况在下一世纪必然需要会突破 所以走出自己的范围 彼此了解 是我们彼此互相合作的第一步 那第二个就是世界的问题 温暖化 还有过度的使用各种的高科技 带来我们过度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形态 更需要透过宗教爱人如己 己所不予物失于人的精神 能够在互相依赖当中 认识到我们是互依互存的 这个实存的世界 走向我们彼此学习 彼此分享 彼此从各处的强项当中 能够增加丰富我们每一个宗教 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对地球富有的责任呢 因为有宗教的滋养 我们活得更好 更充实 也更美好 因为有宗教的滋养来提升心灵层次 进而会对外去关怀更多众生 推击及人 先从内化自信做起 才是改善人际互动的第一步 所以宗教已经从小我的修为 渐渐走向更广大的国际观 法界新闻勇取 高雄采访报道